今天是一個街頭的論壇 各位如果經過的朋友 不論你是本地人還是自由行李人 也都很歡迎大家注足去聽聽我們今天的論壇的內容 首先容許我用少許時間去講解一下 社會工作總工會在這裏的工作 社會工作總工會在這段時間裏 我們在上海街有一個叫做光明磊落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其實是透過一些物品的展覽 其實是希望人去抒發他們對香港警隊的一些感覺 可能是一些很負面的感覺 希望他們可能面對著警察執法的問題 他們可能是有一些很傷心難過憤怒或者很不安的情緒 我們透過博物館的展覽希望他們有正確的渠道去抒發 更加希望社會大眾以一個正式歷史的態度去展望將來 希望我們香港有朝一日 是真的會出現一隊真真正正光明磊落的警隊 在我左邊有一檔小攤檔 他們這半年裏都很堅持在旺角區裏 希望做一些小攤位的手工藝 希望傳遞一些和獅子山精神 或者和佔領雨傘運動的精神相關的物品 大家一會兒可以過去支持一下他們 好嗎 好了 我右邊又發生些甚麼事呢 我想跟大家說這三位不是現職的警員來的 過去也不是 將來也不是 因為以他們的年紀 應該是不能投考警員的 好了 地下寫著幾個字 我大大聲聲說一次 叫做沉迴警察的良知 那為甚麼叫做沉迴警察的良知呢 有兩個情況 第一 可能有些東西根本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不斷找 找的都沒有 第二個就是 好像有些東西跌了 不過我們是不斷找出來 看看我能否撿得回 或者找回來 同樣 我們其實事實上是不相信警察 全部都沒有良知 或者全部都是壞人 我們絕對不會相信 不過 很可惜就是說 在這半年期間 真的有接不住 有很多事情發生過 令到我們好像質疑自己 一個問題就是 為甚麼警察是會這樣做呢 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呢 所以 我們不是相信警察沒有良知 不過問題就是說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更加相信警察是有良知 警察是真正在維護著我們安全的財物的公佈呢 這樣 好了 我在這裏和大家回憶下 這半年發生過甚麼事 最初就是說 究竟放吹雷彈是否一個很適合的決定 去應付928的情況 這已經是第一個問題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那邊 阿加路加的時候 10月3號 有很多群眾 有兩班人對峙 為甚麼警察 那時候 執勤的人這麼少呢 為甚麼會互送一些懷疑去打人的人 上的士呢 這又是第二件事了 好了 10月中 我們今天的港姐之一 阿Kent 是被七個警察 在我們TVB的電台看到 中目攜攜底下 被人好像有嫌疑是被濫用私刑 這又是一個很嚴重 或者很具體的事實 令到我們關心 好了 10月後 或者11月 究竟警察使用警棍 有沒有指引的呢 是不是可以打頭都可以的呢 還是只可以打下肢 上身的呢 這又是另一個 我們很關注的情況 好了 到12月 有情況就說 警察究竟是不是用著 保護兒童條例呢 有沒有情況 他們是不是有可能 用這個條例去阻嚇一些 青少年參與示威活動呢 好了 接下來可以快快脆脆 就是說 見人手續 原來是可以戴浴帽 或者甚至是戴口罩的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我們又有很多疑問 就是警察是不是 說甚麼都可以的呢 最近就是一個智障的男士 要判斷 他去錯誤拘捕 錯誤拘捕是一個意外來的 不過當中的情況呢 實在令我們很關注 就是為什麼不給我吃藥 為什麼 為什麼明明明美人帶 courses 做藥 又可以找到證人 為什麼要說找不到呢 這種種情況呢 令到我們越來越關注到香港警權過渡的問題 所以我們特地設立一個街頭論壇 希望從今天開始我們越來越去關注這個情況 其實在說警權過渡是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 或者是直接影響社會公義的問題 好了 今天我們有三位朋友 我們會逐個去帶出不同的議題 首先就是我們的社工總共會的總幹事 會講一下近日智晶藍被捕一事 其實反映到一些被拘捕人士的權利 怎樣是不受重視 其次我們找到人家民權鎮事 民陣的代表 去講解一下香港的投訴警察貨 或者監警的制度 究竟有沒有歉實呢 是否完美呢 還是有很多問題呢 我們這個議題交給他負責 當然最後我們會找到Ken真 曾建超去講一下 其實現在傳回來的認人手續 究竟是否錯漏百出呢 還是很荒謬呢 還是很正常不過的事呢 好了 種種的今天的設計和環節呢 希望都是大家的問題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越來越關注到香港警權 過渡對我們香港的社會究竟有甚麼影響 好了 首先呢 我們請出第一位的講者先 就是我們社會工作總工會的總幹事 阿超 各位大家好 我是社工總工會的總幹事 吳偉超 多謝大家 大家都關心警權的問題 那我今天呢 就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們這個工會呢 就對警權過大那個問題的看法 那我主要呢 就是會就著呢 是過去呢 大家要留意這些時事呀 追訪以前那些新聞的資料呢 都會看到呢 就是我們警方在執行的權力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一般的公民呢 有時遇到甚麼問題 主要兩方面的 就是一個呢 就是一般來講呢 在普遍執行他們的任務的時候呢 可能在治安上的問題上面 偶然呢 我們都會發現呢 就是報導上出現一些濫權的實際個案 有例子 甚至是被控呢 就是警方的警員被控以致入罪的這樣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在講呢 就是一般我們的公民權利上面 在社會的參與 政治權利方面呢 我們特別在過去這幾年呢 很多時候在一些社會爭議事件上面 在一些社會行動 我們的市民呢 是要鼓打一些不同的聲音 要有爭取行動的時候呢 就是警方呢 就是要 會說用公安條例呀 或者呢 就很容易為襲警等等呢 去入罪的這樣 那 除了這兩方面之外呢 就是 我們回到最前那個呢 就是一般在執行治安上面呢 那些濫權的位置 最新那個呢 就是我們講過 那些智障和治癖症的男士呢 就是他在大圍被拘捕之後呢 我們見到他在拘留的過程 那 包括呢 就是他在處理他那個人 就是被拘捕之後呢 他之後是需要的 比如吃藥呀 喝水呀 吃東西呀 那 另一方面呢 就是綠口供方面 那 那 我呢 就大概是 就是會是講這幾方面的東西 那 我先先講一下呢 就是 我們一般來講 現在 剛才主持人 阿倫呢 就一路帶開就說 在去年十月開始 那 讓大家很關心呢 就是在雨傘運動期間 是很多的片段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我們的公民權利呢 越來越是不受到保障 那有選擇去執法這些問題 那 我們在這裡呢 就是變了我們的市民呢 就會受到鎮壓 就是警方呢 就有他的角色 就應該保護市民的 但是去到這些這樣的衝突場面的時候呢 反而就是成為了鎮壓 我們表達聲音的一個工具 那 這個令大家是為了人 但是我們再重新回到前一點呢 其實就年七月一號 預演佔中的時候呢 都有五百多位被捕 再早一點在歷列運的時候呢 就關於新加東北發展呢 就是第一次的衝突的時候呢 就有些朋友 就是請願人士 是被抓上警車之後呢 他們事後就告訴大家呢 他們都出事到一些傷痕 那樣 比如上警車被人打 那其實我們過去都會關注到這些情況 我們自己的工會都是 我們一方面是一個社工的工會 很關心工 社工的權益 但是我們也都說到 就是社工也是普通的市民 社工也都很重視社會公義的提倡 以及促進的 所以我們看到在社會行動之中呢 就是一般小市民是不受到保障 我們都會關心 那去年七月一號呢 都發生了一件事呢 就是 起碼我所知呢 應該可能也有五名呢 可能是少過 或者十六歲以下的朋友呢 是被推暴的 因為呢 當時是叫了五個社區處的社工 去到警局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他們未夠年齡呢 去單獨接受警員的盤問的 那所以呢 就需要呢 當是一些未成年的朋友呢 是需要有監護人 或者是要有第三者 那其中一個例子呢 就是可以找一些社工陪的 那所以呢 就是曾經在七月二號的時候呢 是有五個社工被召去的 那其中一位十四歲的少年人呢 那它是選擇呢 就是不想被召去之所以呢 就選擇說要寫工 那但是呢 我們就很關心呢 就是社處派的社工呢 是不是都可以 就是充分呢 是讓那個被盤問的少年人呢 熟知去建立法律的權利 至少一樣就是 究竟他知不知道 他可以叫律師 或者呢 警方有沒有跟他講清楚 那當然我們未能夠確定到呢 但是呢 如果我初步了知道呢 當時我們問這些情況 知道他可以置疑上尾 會不會講清楚 那個法律權利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覺得在這些情況下呢 不是很足夠的地方 好 那我回去呢 就另一個 我今天主要講呢 就是一般警察 執行職務的時候呢 一些濫權的情況 包括可能是 由街頭搜身啊 查身分證等等 那當然大家要知道自己的權利 我們今天有些義工 都在派一份 是容田監察的一份的 單張給大家 所以讓大家 更加熟知自己的權利 那 但是呢 如果是一個警員濫權呢 我們是要出聲的 那我們雖然都看到很多情況 現在似乎呢 阿肯真的應該說多一點 那宗案就是拖了很久 拖了很久 反過來 可能智障的難事呢 就很快有行動 當然那宗案就是一個命案 也都是嚴重一些的 但是 我們也看到很多其他情況 就是某些情況很快要執法 如果星期四晚的議事裡面是呢 那晚7點鐘 就是7點15分左右 就是第一部分在講 在最近這些大事時間 我們發現很多個案呢 就是那些被捕 說是襲警啊 或者是參與一些雨傘民眾的朋友 很快是被落案去檢控 就算不足夠證據都要檢控 反過來聽真的 就拖得很厲害 那我們其實就在看 大家要出聲 如果不然呢 這個濫情情況就會是 拖本加賴城 有一些實際的例子給大家看 其實過去呢 市民肯出聲 我們其實有機會可以 是 得到 一個公道的處理的 舉一些例子 譬如2008年的時候呢 曾經有一位姓譚的警長呢 就在警署呢 落口供的時候呢 他覺得那個 落口供被被捕的人士 就不是很合作 那他就在警署裡面 怎麼打那個被捕人士 那 好在這些朋友呢 不出來 堅持去討回公道 那最後一言之後呢 2009年的時候呢 那些警長是被判入獄 所以呢 我想這個鼓勵大家 真是有 今天天北的事情 是要堅持要繼續 那到最最近 這班天章 指揮精的男士 他要避免那件事呢 明顯是 我們 都很高興 他家人呢 仍然繼續堅持 如果不堅持呢 我想就 雖然現在新上場 那位 盧偉聰 處長呢 根本早上都說了些事 就說會 慎重 還有呢 不會捉摸 啊 主要處理啊 那時候 但是呢 他的朋友呢 說是會檢討 就是那個 那個 警署呢 在處理這些 被告人士的時候 那些 那些情緒 特別是一些 自罪人士啊 曾經有不知的 那些人 但是他都是講 那些檢討的 但是他為什麼呢 就是譬如說 分裂啊 一些偵測啊 一些偵測啊 那些執行啊 那等等 那些程序上面 有沒有些事 可以去做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 如果 如果 有些事發生的 純粹的檢討呢 而 處長啊 等等 沒有主動黨呢 就是要 那些要調查 那些警員 有沒有 就是 不合理的那個 要求的時候呢 那就是 其實是不足夠的 因為其實 獎 不是特地很重要的 所以 我很高興呢 就是 從而過一次呢 就是那些家人都要宣傳 如果他 能夠 他能夠 他能夠 繼續呢 整個 提訴科 行駛的檢討都提出了 那 那 處長呢 就一定要做事 那 這個很重要 回到頭 就是 我們 在 被 拘留過程之中 看到呢 就是 我們要知道呢 每一位 行樓呢 如果你不幸呢 在行駛的公務前 的時候呢 就 基本那個 那個 基準需要 是 這個 警方提出 那些人都要用不足 譬如 如果是喝水 吃東西 那 你要看我 要試食 但是你真的要記得 要跟警方說 那這個就很少去吃 那 試過 譬如去年 7月份的時候 很多被告人士 的經驗都是 有時候 不是很懂得 是要記錄下 譬如幾點鐘 告訴警員 你是想吃東西 那 當然 錢是要給的 但是 你很緊急的 記錄下一個時間 那 下一個 可能十分鐘 15分鐘 都要跟他檢查 現在呢 現在是 大概是五點 就是 剛才四點四點四點 第一次已經講了 現在是第二次了 那他就要用壓力 他就要跟回 捉起他的人 補償呢 補償的補償 那 看回那個 補償償的意思呢 很明顯就是 其中一個 飲水問題 報道上面 我看到就是 他家人去探他的時候 他是 很喉嚨地 喝了幾杯水的 其中一個 旁證的 有理由來而 在他 被驅逃那段時間 他家人在身邊的時候 那個需要 是被忽略的 那另一個呢 報道上面講 就是 他是 他的自費的情況 他的資料的情況 還有呢 就是很多這些 殘疾人士都有 多個 一種的 殘疾情況 譬如 他有其他 所謂合約的問題 那 既然這些朋友呢 總共在 5月2日 都報他 5月3日 他會宿舍 因為他們知道 這些朋友呢 他是 一個資料名字 一個特殊需要的朋友 那這個 警察通例上面 這個講明呢 是要由 家人平台 去 去拘留他 拘留其間 的東西 那更加要留意 他 需要吃東西 那樣的 咦 死了 有個默袖 給他知道 他要吃東西 但是呢 原來是沒有給他 他吃東西 那 警方當然很討論 他講的 譬如說這位朋友 是沒有主動提出 那這個講法 又是 只是不太合理 那 那 去到回去 落口供的問題上面 如果是要 要落口供呢 大家已經有留意了 其實前幾天 他們都賣了 那又是一份 要去查問疑犯 錄取口供的規範 和寫詞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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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 所以呢 大家要很討論 當然 說回 一個被控的人士呢 他一定要知道呢 就是他不是 事先要講他的口供 那 因為是他有缺少的 法律保障 之下呢 需要呢 就是要 搞一個謀言 就是基本上 要給網 給你的聯絡報紙 那 就是 給先有多 都要保釋 因為他說怕你走了 找不到他 他就有依靠 那 所以呢 我想是 就是在 那個留口供的情況下 大家看到他有些情況 就是 引動性去留口供 那樣 這個就是 那 而大家在給口供的時候 呢 記得 你是沒有必要去 去 援責任何警方任何 如果 你覺得 你所取消 全力 你都可以要求 有一個消息 才可以給口供 你不給口供的時候呢 你有一天呢 都要 但是他要發行的時候 就要去 但是這就是 保障的保障 那 你一時間就要走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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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增加時間呢 我覺得 那 麻煩了 寫總局代表 吳慧超先生 是的 那 剛剛來到的朋友 我不厭其煩 我再說一次 就是呢 這裡呢 有一個很小型的街頭論壇 我們呢 是這三位的講者呢 希望一起在今天開始 去關注 近日 警局 警權 過度過大的問題 希望大家呢 亦都是關注到 一個 警權的問題 亦都可能是 牽連到我們社會的公義 或者公道的問題的 好了 剛才 社中代表阿超 就說 特別是說 智障朋友 或者是青少年 他們面對警察的時候 一些權利 我們要尊重或者重視的 好了 接下來的朋友呢 就是呢 他們不只是關注人的方面 而是關注整個 現有的制度 究竟是 有沒有任何的缺失 我們請來呢 就是 民陣的代表 警權關注組的 職責人 楊正兒先生 有請楊先生在這裏 可以 特別說一下 現在的警察投訴課的制度 或者監警的制度 有沒有任何的缺失呢 大家好 是民陣警權組的職責人員 職責人員 今天呢 其實想說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我們小時候呢 我們做錯事啊 或者是我們 父母教我們不要犯罰呢 他們通常都說 如果你犯罰 如果你做壞事的話呢 就會有警察過來抓你 但是呢 我們的故事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說過呢 就是 如果警察犯罰 警察做壞事 警察做錯事的時候 那哪一個去抓他們呢 這個呢 其實從來呢 就是 我想可能在雨傘運動之前 或者這幾年 這個政治氣氛 不要那麼激烈的 可能是2010年之前呢 大家不會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就是 警察他濫權 或者警察辦事 警察做錯事呢 通常都是一些很過便的事件來的 我們是不需要在整個地道去入手啊 或者是沒有想過呢 我們怎樣去防止這些事件發生 但是過了這個雨傘運動之後呢 其實我們是看到很多的東西呢 是警察最醜陋那一面 最濫權那一面呢 全部都是演不出來給大家看的 例如在暗角打個鏡 例如是在這個認人手座裏面 粒頭套 粒口罩 喂喂 是 粒頭套 粒口罩 掌在美麥這個太陽眼鏡 又或者是 就是 去屈一些自助人士 或者是 去屈一些 在隨街拉一個朋友 然後去屈他兩條罪名 然後扔他上庭 然後上庭 然後上庭 發覺 原來 那個警察呢 是刪除了他們 當初拍的照片 以至是他們的口供呢 是非常之不一 是被這個官去責任 所以呢 其實我們要重新去想回 就是 當一個任何制度 其實都有它的漏洞 也都是 就是 警察呢 不是一些成人 不是一些神聖不可侵犯的 一些人 他們是會犯錯 他們中間呢 也都會有很多害群之馬 所以我們要思考就是 當這個害群之馬 他做壞事 強權的時候呢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們 或者預防他們 但是很可惜的呢 我在這裡告訴大家 就是 香港現時這個制度呢 其實 頂多 都只可以做到亡羊保留 但是呢 做不到任何預防 或者是改善警察的風氣 或者是 防止下一次 類似的事件發生的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正是因為 現時去監管這個警察的制度 是非常之不平衡 也是沒有一個機構 其實是足以去制衡到這個警察 這個整個武裝部隊 我們 經常都 政治101 就說 什麼叫做 三權制衡 三權互相 三權互相制衡 就是這個立法行政 和這個司法互相制衡 但是其實呢 這些歌仔呢 在這個警察裡面呢 是不適用的 因為呢 從來呢 去監察這個警方的 內部行動呢 或者是 監察前線警員的一些行為呢 其實只有兩個機構 可以做到的 一個 就可能大家 在無間部都有見過 就是這個內務部 但是內務部呢 就不會去管一些 是很雞毛算屁的例子 警員在前線去打人 或者是濫權這些事務 他們通常都是用來捉內鬼 是捉一些大魚 另一個機構呢 就是這個 投訴警察部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CAPO這個部門 就是市民呢 你有什麼不滿啊 你覺得這個警察 有什麼地方做錯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投訴 但是呢 其實 這個部門呢 本身 是在這個警隊裡面的 核下的其中一個部門來的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 大家都猜到 就是自己人殺自己人 甚至乎呢 其實就是 警察他本身呢 都不是很鼓勵自民呢 就是當他們的前線警員 真的有做錯的時候 他都不是很鼓勵你去投訴 例如呢 就是有一些 很有趣的例子 如果你走上去 這個警察投訴貨的網站 在網站上面呢 他第一樣 那個連結show出來的東西呢 就不是說 你怎樣去填幫 去投訴警察 而是跟你說 你是不是真的想投訴啊 我們會不會有其他方法 可以去調解到 你的不滿啊 例如 寫個意見書 或者審議卡過來 去講一下你的不滿啊 所以大家都看到 這件事非常離譜 我明明 我已經是受辱了 我明明呢 甚至被這個警察打大 但是呢 他最後呢 你竟然呢 是跟我說 你先解釋 或者是 你這樣講出你的意見 然後我們聽完就算了 這樣 所以呢 這個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投訴警方 或者監察警方的一個步驟呢 已經是非常之離譜 並且呢 會自己人殺自己 自己人 那一個例呢 就是 例如 Ten 一開始 被七警警察打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記得 就是有很多警察的朋友 甚至是 當事人呢 都走了去報警 就是說這個警察 是犯法去 嘔打 是一個 虐待這個 的示威者 但是呢 這班的案子呢 是 竟然呢 先是 調了下去 這個 投訴警察部裏面 而不是呢 率先是做一個 刑事調查 那這裏有什麽分別呢 其實就是 在這個投訴警察部裏面呢 其實有很多的東西呢 都是可以由那個部門的 就是警察呢 和邵氏的一些警員 甚至乎可能負責刑事偵執的警員呢 是有多打牢通的 可能是這些資料呢 其實是互相交換 也都是呢 其實是一種拖延來的 如果大家要記住呢 就是 如果不是因為 警察這麽關注 A Ken這件事呢 可能現在這件事 還在這個警察 投訴過裏面 連七個月了 都還在這個投訴過裏面 你召一下召一下 召了六個月 七個月 那其實可能 很多人的記憶已經是無無了 或者是甚至乎 這個邵氏的警員 都退休了 就好像在那裡 找這個警棍打示威者的 就是這個專警官那樣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警隊內部的這個機制呢 基本上是實用的 也都是呢 就是他可以嘗試用很多行政的程序啊 或者是六個月去一些藍權的位置呢 是將一些投訴警察的一些事件 或者是一些警察的行為呢 是慢慢拖一拖 譬如呢 就是 在2013年的時候呢 其實就 就 就受著七一的一些安排 都是投訴警察 是 是到現在呢 2015年 就來由 到另一次七一 他都是未完成上去調查 或者就是呢 在這個928 去到這個 12月11日 就是整個 雨傘 整個金鐘和國 銅鑼灣的地方 被清場自殺呢 我們保計到總共是有二千多班的 投訴過往 是進了去 一個警察 進了這個投訴警察 幫他投訴警察的行為 但是到現在呢 其實是一班的Case呢 都還未有一個結論速報來 還未有一些警權呢 叫市的警權呢 是需要的負責任 那這裏呢 我又想再帶多一個機制來 就是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IPCC 一個叫做監警機構 那監警會和這個投訴警察 中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 很簡單而已 就是 好像我們現在的保證那樣 就是呢 先由一個部門的人呢 篩選了個案 調查完個案 之後呢 就再訂上給這個監警會 另一個機構那裏去製造 那這個模式呢 其實也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有什麼理由呢 就是等這個警察 自己人查完自己人之後 跟著呢 才過濾了所有的證據呀 過濾了所有的程序 才去交給這個監警會去審核呢 但是很可惜就是 就是香港現在就是 存在著一個這麼幫忙的情況 就是呢 這個監警會呢 它本身呢 是 監警會它是獨立一 獨立於一個警隊的一個機制 法制的機構來的 而它也是直接向這個政府去負責 那很可惜地呢 它是沒有一個意欲 也都是在它權力上面 法制去負負的權力上面呢 其實是沒有給一個獨立調查的一個權力給它 就是說呢 其實所有的東西 先要所有針對警察的一些投訴 或者甚至是刑署的調查呢 都先是由這個警隊自己去查了 然後呢 剩交警會去查什麼呢 去複合的時候去做什麼 就是看一下 你的程序上面 會不會有些什麼錯 會寫錯字 會不會是 有人漏了份文件 這樣而已 但是它自己本身呢 其實它都不可以直接介入 整個那個刑署的調查裡面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現前那個監獄的制度呢 基本上就是令到這個警隊 是寸於一個沒有枉盤的狀態 但是呢 可能在這裏就會覺得 都很絕望 或者是都不知道怎麼算好 因為原來其實 香港的警察都是沒有枉盤的 但是呢 我也希望大家 幫你去面對這個警察的安全的時候呢 無論現時的制度有幾不制都好 其實我們首先 可能都是要做了一個罰訴 因為譬如我們在和監警會的交手的過程之中呢 其實我們都覺得到就是 監警會它是有一個意欲呢 它會想去複合一些案件 而在過往的一些歷史裡面呢 它也都確實呢 是有時候會成功去複合到一些案件出來 是和這個警方的投訴警察過呢 有不同的結論 也都是令到呢 有些少時的警員呢 是要付出代價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好像一些官員的貪污那樣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現在ICAC其實 有時候都會有一些暗拳的情況 或者是官官商委的情況 但是我們不會 就是說見到 可能常常幫助他走去 就是團地 或者是一個張訓院 他移至是有一些內幕的交易 我們不會不走去投訴他 就是我們首先呢 都是會先投訴他 我們首先呢 都是會先舉報他 然後呢 將這單警察 是落入那個體面 就是他呢 他怎麼去發抗呢 那 所以呢 其實就是 我們作為一個市民呢 確實我們是處於一個很秘道的狀態 因為呢 我們很多時候就是 警方在執法的時候 他喜歡冷漠些什麼程序都可以 因為如果我們不去 真照他的說話的話呢 他可能會做我們左差辦法 他也都是一個擁有武力的機構來的 即是他可以隨意去打我們 隨意去使用武力 但是我們打回頭的話呢 我們就會變得殺技 所以其實我們呢 唯一可以做到的呢 都是先從一個制度裡面入手 他先投訴他 有傾身 就總有一個機會 可以令到一些犯錯的警員呢 是故事故事上他們的責任 但是同時呢 我們都要去怎樣去看呢 就是 在整個制度上面呢 我們都是要一個監警的制度去改革 例如就是可能外國呢 可能參考一下外國的一些例子 可能英國啊 美國等地呢 他確實這個第三方的監警的機構 是一個默默的警察 可以出來 我們都其實是要不斷地 向這個現時的監警去施壓 去令到他要去公開更多警隊的一些運作 或者是內部的指引出來 就好像我們過往其實 我們不斷地去迫白這個監警會 然後他都是要 就是最後他都是要去作出一些承諾 來公開一些指引 甚至乎呢 就是在這個警察不白的時候 他要派多一些公察員來 去保障我們市民的本身權益和安全 就是可能一陣子發問的時候 可能說多一些就是 這個市民可能有一些 就是其實有一些防身的一些招數呢 其實是可以避免這個警察的濫權 或者在他濫權之後呢 是我們可以追求他的大陸 不過呢 可能現在差不多呢 我先讓阿Ken去講 謝謝大家 謝謝民陣的警員 叫做人家 阿Johnson 楊直言先生 他說到就是說 現在我們投訴過或者監警的制度 究竟是很完美 還是很悲哀呢 大家聽完他剛才所說的 之後呢 可能都有一個心中有數的答案 但是他帶出一個訊息就是說 即使這個制度 建成的制度 是有遭高或者是不可善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要盡量去使用它 或者盡量去尊重這個制度 然後我們才再爭取更多更多的我們的權利 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呢 會找阿Ken真去講解一下 他對電營手段的情況 那大家對於阿曾建超 應該不會突出的 因為大家看完TVP的新聞之後呢 都會看到他 都知道他呢 是被警察 是打或者是濫用暴力的受害者 接近三四分鐘的 不過你不要看他呢 好像是眼看子那樣 其實呢 他講話很細聲的 很詩詩聞聞起別人的 所以我們特地 將那個精狼 攪大一些理解 然後呢 才可以聽清楚的 我希望大家呢 重新去認識阿Ken真 這位朋友 你都透過他的口中 或者透過他的理解 希望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其中我們一個權利呢 就是應人手續的一個權利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是令到我們很少憂慮的 謝謝Ken真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Ken真 建超 我就是 去年10月15日 龍河到示威 其中一個示威者 大家可能說就是 暗角打惡的受害人 其實呢 不經不覺呢 時間過得很快 由去年10月15日到現在 今天 5月已經過了7個月 過了7個月呢 你看到呢 在我的案件上面呢 仍然沒有任何警察 需要去到法庭 接受審訊 接受這個司法制度的制裁 其實我很認同 就是兩位港者的一些說法 但是呢 有些事情我都還想爭取 例如第一件事呢 我們有時說警察濫權 那 有些情況呢 其實他們是歐寒得很厲害的 我甚至覺得呢 我們不能用濫權這個字 除非 我們認同 它有一個權力 權力 是行使暴力 在我的案件上面呢 你看到警察的呢 是濫用暴力 濫用私刑 是絕對他們沒有這個權力的 第二呢 就是 我們知道 在現行制度很多不完美 或者 警察投訴法有些什麼問題 但是呢 我想說一個情況呢 就是 在我這個案件 還有 其實在 佔領運動期間 或者雨傘運動期間 很多個案件呢 你可以說 不是只是投訴警察 而是構成刑事案件的人 就好像 之前有警員在旺角警察局 又或者在中華警察總部呢 都試過非禮和強姦 在警察非禮和強姦之後呢 警察如果接受到有人去報案呢 他們需要啟動一個刑事程序 去調查那個警察 而不是 啟動一個投訴程序 由內部去進行調查 看看有沒有警察違反操守 在那個情況 在那個案件呢 其實呢 我就是去到警察局 希望透過 好像一個小市民 我逛街被人打 而我那天是被七個人打 被人打完之後 你就去警察局 到尋頭幫助 希望有警察 向你落口供 調查件事 又直接由CID 又刑事調查科去介入 去處理這件事是怎樣的 去調查 跟著是不是要擺上法庭 由律政署提出檢訪 我們要求的是刑事調查 而不是警察投訴 這個根本性呢 其實是很大的分別 警察投訴 可能你覺得警察有些處理不當 但是刑事調查呢 就是覺得他們有刑事的責任 有刑責是要負的 譬如濫用暴力 譬如濫用私刑 譬如濫用酷刑 他們需要面對 很嚴重的指控 和一個很嚴重的罪名 你看到這件事呢 就是 就算我去完警察 警署 落口供 到之後 一天 十五號之後 十五號之後 十五號夜晚 十六號凌晨的時候 有過千名的社工 去到安仔的警察總部 包圍警署 有八幾個警察 有八幾個社工 成功入到警署裡面 落口供 就指控 有警察濫用暴力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就算有八幾個社工 報完案都好 他們陸續續 都收回警署來的訊 已經將他們的報案 轉到警察投訴 這是完全不合理 或者不合理的處理方法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如果反過來就說 之前那個魔警也好 在警署強姦也好 如果他們跌入警察投訴 會怎樣 會不會跟著 進行得那麼快 那麼順利 就可以去到法庭 去到警察 其實我們 我在這裡 就算我是受害者 我被人打也好 不是由我去定罪 說他有做還是沒有做 那可能是不公平 與其是這樣 不如交給公平的合理的審訊 大家都信香港司法制度 那為什麼不把個案 放上法庭呢 由法官去定奪 然後由律師去提出 雙方的證據 你去證明 你沒有合理疑點 你是無罪的 為什麼現在警察處理的方法 就是所有的拖延 你看到所有的拖延 有一個很嚴重的拖延和延後在這裡 我的個案 現在已經收了幾月 你會說 其實會不會警察做事要這麼久 我可以告訴你 絕對不是 在10月15日當晚 總共有45個示威者 在那個時段被捕 即是在凌晨3點幾到5點幾的時候 最少有16個示威者 是被警察用不合理 不必要的暴力 不同程度的傷害 譬如 好像我這樣 大家看到那個新聞片段 我怎樣被警察虐打 又或者我 從一個機樓室 我見到一個男生 17歲的中學生 被警察剝殘 又有女生 穿短褲 穿些鐵褲去示威 接著被難警 打完之後在地上拖行 到兩邊膝蓋完全都是血 到我在警署裡面看到她的時候 全腳都是血 好了 你說示威 不是示威人士的權利 而是每一個香港市民 其實在法例保障裡面 你們有一定的權利 譬如好像鄭華超這樣說 其實她說得太委婉 太禮貌了 會不會有些警察 會不會有些警察 漠視了那個自閉症的被捕的人士 在沙田那關案裡面 喝水的需要 就是看不到喝水的需要 其實我就告訴你很簡單 她不給水的人 在機樓過程 有很多不合理的對待 譬如很猛的冷氣 譬如在停車場裡等你等的時候 開大牛角線 催你 而是大家都很虛弱 過了一晚 沒有水喝 沒有東西吃的情況 當然啦 警察會跟你說 你有權利可以提出喝水 可以拿一張煎給你 不過等一等 我們要處理的 我現在聽了你那個要求 我們要先處理 然後半個小時之後 你再問阿Sir 我什麼時候可以拿一張煎 你等一等 我們正在找同事去拿給你的 水 你等一等 我們可以有同事給你 我們知道你想要水 不過今天很多人 每個人都要鎖 你怎麼做事 當然啦 我講的語氣已經好了一百倍 也都關了所有的粗口 但是原來你看 這些基本的公民權利 不是很基本的嗎 香港我們的社會 不是有很好的法治 和警察不是有很嚴格的 操守要遵守的嗎 你說那個 智障和自閉症的受害人 是不是不小心的 不是喔 他那個口供呢 有閉路電視錄影的 當你再看傳媒現在公佈出來 其實在會面的錄影帶 和那份筆記的口供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不是不小心的嗎 我不是誰可以說 那不是砌生豬肉是什麼 現在在我和其他示威者 的處理手法上面 那不是行政失誤 不是濫用暴力 是什麼 在盧和道10月15號 我就說有45個人被附 其實呢 不斷地 有些人是已經 帶上法庭去檢控 我們現在有7個人 在15號當晚被捕的 分別呢 被帶到公區法院 接受 譬如襲警 譬如阻差辦公 譬如非法集會的指控 去到上庭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已經是再去審前覆下 做其他事情 那為什麼 在我的單案件裏面 是我去控告警察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沒有見光 所有事情都沒有跟別人交代 所以你去追問 前一哥也好 現在一哥也好 就說是 我們現在處理著 調查著 很多政策 什麼什麼什麼 交給律政處 律政與好 我們現在調查著 看著 但是 看什麼 看7個月 其實作為一個小市民 法治 香港有幾個比較完善的制度 可以保障到你都好 但是 很迂迴 很曲折 或者不是這麼容易的 譬如 你說 原來警察 不去搜證 不去檢控 律政處 不去提出檢控 放上法庭 其實市民都有一個權利 就是提出私人檢控 但可以告訴大家 私人檢控 你口說就可能很簡單 但如果你要進行 有很大很大的 即是 技術性困難 和障礙 最簡單就是 警察有權力 去搜集證據 去拿你DNA的樣本 去拿不同的口供 去拿證物 但你作為一個市民 你怎樣去搜證 你怎樣去採證 如果 如果政處 不提出檢控 你私人可以提出檢控 去給一個法庭傳票出來 叫哪個哪個上庭 我不要說 我怎樣搜證 找證據其他東西 但簡單原理 那些人經常都跟我說 喂 不是喔 高登仔幫你找了些名字出來 蘋果或者傳媒 留了內部的名單出來的 我只知道他叫陳大文 我怎樣給他一個法庭傳票 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裡 他又平安職 他又不去上班 在給不到法庭傳票的時候 然後你怎樣去告一個人 因為他可以說 根本你法庭通知不到我 為什麼 法律是保障 如果你不是直接收到法庭傳票 你是可以成為一個理由 你是不需要上法庭接受審訊 但就算你給他一個法庭傳票 那又怎樣 在其他我們要面對很多很多不同的困難 所以我們仍然都希望等著 我們做完我們可以做的事了 譬如保持我們的記錄的證據 但都要等律政署提訊 那我們才可以去到法庭才可以控告 或者你說那有關的警察 不知道是不是定罪的 現在還未審的嘛 那就等法庭去定罪 但是起碼都要去到法庭的程度 第二就是 鄭華倫也有提到 其實在認人的過程裡面 很多種種不公平 大家可能知道 小小 我最初在我自己認人的時候 我以為已經很到天氣很不公平 但是因為 有些法律技術的問題 我們想不公開 我們遇到的不公平對待 直到我們做司法公立的時候 在法庭上提出來 我遇到的認人就是 大家可能不看電視看得多 正常一個疑犯 就加9個棄子 一人拿著他 1 2 3 4 6 7 8 9 站在那裡 在一個單鏡的快光玻璃 那你就認他 那就轉個側面 然後轉個側面 然後你就說 3號 但是呢 我去進行的認人程序 首先就是 被認的7個警察 他們拒絕被認 但是提出認人安排 不是由疑犯去提出的 是由調查警察 要他們去做的 那為什麼調查警察 可以讓他們去拒絕的呢 Anyway 他們最後拒絕了正常的認人程序 不是1 4 6 7 有棄子的 而是呢 單對單 只是我一個 在一個房間裡見一個疑犯 就是說他是 和不是 但是好了 在一個單鏡的快光玻璃房裡面 是和不是 都可以出很多鼓勒和手腳 就是一般的 你流騷啊 你化妝那些 我不說啦 我預料你是怎樣的 但是除了流騷化妝之外 他整個過程 都是剁雞頭 閉上眼 那我想 作為一個 協助認人 協助處理司法過程裡面 令到他能夠有公正的審訊 我是一個受害者 和我是一個協助調查的人 我可以提出 叫他站起來 或者睜大眼看著我吧 你看吃辰都有 可以叫他講一句 混在做奶烈牛丸一份 這樣 但是荒謬的地方 就是 負責安排認人手續的警官 就說 不是啦 其實疑犯有這個權利 不閉大眼的 而且他不合作 他低頭 你要麼認 要麼不認 那是什麼 我以為我已經很荒謬 就是這樣吃了那個死貓 當然 我認到的 但是原來之後 再發生的認人 更加誇張失實 就是傳媒 他認 在一個 在一個 在一個尖沙堆採訪活動的 打退的傷人案裡面 有困難疑犯呢 甚至可以戴浴帽 和戴口罩 你說這些 是不是合理的呢 我告訴大家 就是 負責幫我的業務律師團隊 的 國委律師 有些人做了二十幾年 很資深的 有些人可能是十幾年 幾年的 沒有人遇過 這樣的安排 那你說是不是合理的 還有 這些如果這麼合理的話 那以後 其他的傷人案 強姦案 殺人案 他們全部都可以戴浴帽 戴口罩 抖下糖 背上眼 現在我們香港的法治 警隊的操守 要被破壞 做什麼呢 是不是只是因為 藍絲帶 黃絲帶 或者去縱容 包備梁振英 縱下的總統惡果 而我們所有的制度 要崩壞呢 我想 香港現在 荒謬的情況 已經無日無知 今天你見到很荒謬 很荒誕的 嘩 不是吧 到明天 原來有更大單 作為小市民 也未消化完 今天的離譜 明天有更離譜 後有更更更離譜 以前 梁錦松偷步買車 省十多萬 都馬上下台 現在有個人說 在地上撿到一個袋 有五千萬 不用申報 接著那個在 新界東北 有一塊地 可能涉及十幾億利益的 而他可以繼續做官 有沒有搞錯 現在這個香港 已經是 變成怎樣的社會了 但我想 最後掌握把握 雖然我講了很多 勞粗 或者很多不滿 但是 作為一個 香港市民 我很同意學生 一直在這個運動 有一句說話 就是 我們可以失望 但是不可以絕望 尤其是我們未看到 任何成果的時候 我們沒有資格絕望 我沒有放棄 我也都希望大家一起 繼續 在不同崗位 不同程度 發光發熱 繼續撐著 領著 無論是你張開你把傘 無論是戴個眼罩口罩 還是在你不同的崗位 再繼續戴出 月傘運動 黃絲帶 或者很簡單的 爭取真普選 相信人人生意平等 有共同的公民權利 有提名權 被提名權 投協權 請大家一起努力 繼續爭取真普選 謝謝大家 請一下Ken 就作者提到 好 我們這個是 定會工作者的總工會 我們接下來 我們來搞一個 小型的街頭論壇 我們是說 希望大家關注到 整個警方 警察 過大的問題 希望這個 話題 可以決定 進入我們的心魔裏 去把握思考 在我左邊 一班二中 他們是 一年幾個月 都在做一些小攤檔 或者小口供藝 去宣揚他們和平的訊息 希望大家 一陣子過去 都認識一下他們 或者是 免費 所以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好了 接下來 我們現在 坐靜靜在這裏 可以聊聊天 達出一些問題 大家可以 三位講師交流一下 他們聊天的時候 如果你們過別 有關警團的問題 想發問的話 你們可以隨時舉手 告訴我 我可以幫你問 或者你直接用麥克風問 也可以 好嗎 接下來這二十分鐘 可能我 一起聊天 的問題 在我身邊 就是阿超 在他的裝束 大家都知道 他可能是 新於七十年代 或是六十年代 甚至五十年代 對吧 我說的是 不是他的年紀 而是 在1967年暴動 我看到 很多社中的朋友 現在派單張 是不是 喂 當時阿曾德成 都是派單張的 一派就被人捉了 然後就說他 說他 捉張去出牢 我們想一想 六七年 情況很糟糕的 這些學生 可能是 一些左批的學校 一報學 又被人抓了 因為是非法集會 當時的情況 和現在的情況 我不敢說 哪個時代 哪個時代是最壞 因為我起碼告訴你 我不是六十年代 你怎麼知道 但是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是否好了 還是我們現在要感恩呢 還是現在是更加惡劣 更加被人擔心呢 首先看一下 深一港姐 對於我這個問題 大家有甚麼看法呢 阿淑你先回答 好嗎 好 好 可以 這裏 在場的朋友很多都可能經歷過六七部隊 我那時候有自演的 是嗎 有展學生來的 就是六七部隊 那我就經歷過樓下有房部隊 有一些軍服的陰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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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要舉例如農司旗 可能真的因為政府懷留了一點 於是我們的生活好了很多 經濟也慢慢起飛 而香港的情況就算是有千元左右 我剛才舉了一個例子 2008年有一位聖壇的警長在警署打過未來人士 用訓練去打他 只不過因為那個被告人士 都懂得一些權利去問收兩條問題 捉路了那個警長 那件事是警方最後的聖署刑事檢控警長 而在2009年的時候是僅僅10個月的 但我想現在的風氣是差了很多 特別是曾偉紅早處在演员 連番都是《死不認錯》 《天方夜譚》 很明顯看到那個勢是這樣 我想很可能看一個人 現在轉為盧偉聰是否局面可以改變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的 但那個勢就現在不是那麼健康的 因為前線幾條很簡單 生活有艱難 生活有艱難 賺食的 原來做錯事是沒有人會受罰的 是吧 那是方便為上 是吧 最重要是你們來做警察 就做個個的認罪 就不用搞那麼多事 他就做一些上班 做一些收工 是吧 人工的照顧 當然我想是 當工程和政府都是越來越差的時候 局面就不是樂觀的 但當然我想我們都要發聲 如果不是六七暴動 當時民間是有些兼鬱器 當然那個兼鬱器 都不是所有市民都有響應的 主要是左派 但是都是發聲到在那個時代一些的雷蘇 所以我們其實是 不要放棄發生的機會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影響到 就是有一個好的情況 所以不要絕望的意思就是 我們自己都放棄 就不會有希望了 所以就不要發惡這些機會 我想也就是說 我們自己的社工界都是 覺得氣氛這些製造業 是做社工也壞了 就是不可以為那些 譬如劏房 融屋的朋友 去說很多話 因為現在就算是 做停建工作 社工同80年級 做停建工作 已經很難 因為現在是由屋宇署給錢 去做服務 那下下老闆就有事 以前可能是社會署給 但是社會署呢 當年都是比較上 就是都有一些放手 就是 我們老闆都很懂得做的 就是做社工 那有時候我們會 有社會人會 會很早跟他們講過 那他們隨時都會講假的 那他們都會講假的 那現在就不是了 就是好像 有個陰影 你不聽屋宇署 就很容易就吸入了錢 那個氣球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自己 社工自己都覺得 我們要盡量 就是有心的職位 聚在一起 我們在講一個 叫做熔火蟲的一種 的心態 對現在這個 好像越來越黑暗的世代 那這樣說呢 就是做社工呢 我們有心智的 都要多些走出來 多些交流 那麼讓那些光 去營聚一場 我們做市民都是一樣的 那個心就是 當我們覺得 這些人工要出來 出聲 那他們已經做了一個員工 員工從那個校外 那你都不要小看 那個校外 這個就是領隊 或者是政府內部 我們看到 是在外見 外國是市民的一些 從營運火蟲的 那些心態去營運 那些黑暗的世代 我們是在政府裡面做的人 又不是在政府 每個都是很新的 所以我們說 今天要尋回警察來的 有些警察都很新的 那如果有時間 我猜是 第一週就上去寫總 連續幾天到26日 都會有展覽的 我在一個展覽 在博物館的展覽 我發現 有很警察的東西 我講一個就是說 原來在11月3日晚 當年輕人說要 背後要割殺 要去衝擊 政府警告的時候 在一個衝突當中 是有幾條輕臣落實 去控制那些年輕人 一棍就偶下去 但年輕人說 竟然有個別的例子 個個都被人 大部分都被人 吐到血淋淋的了 有個別的例子 就發現 偶下來的時候 那些人說不痛的 那些人吐不了自己的 原來那個警察 是推開很厲害的 即是他要執行一個職務 他都要執行 一上頭指 他就要推幹大家 但他很多人生 即是等於在殖民地的國家 都知道他的情況 即是 那些士兵要開槍 可以如準 可以如準 如果他有良心 他就用一個不如準的方法去處理 那這個我們 都看不見 很多人都要來得到 那些人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即是 黑暗命 即是沒有光明 不是的 我們是沿著一個很大的天然 因爲我們上一代 即是經歷過 即是殖民地時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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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警察 都是很暴力的 因為都是要 攻壓 去壓制市民 亦都經歷過日本侵化的時代 我們都在黑暗的時代 我們都要抱一個欺貌 好嗎 這個我就不想分開這個 我補充少少少 我是九十後來的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五十六十年代 我只用一個看書去看 就是 其實你看到 整個警隊的文化 究竟是何時高壓 何時又溫和一點呢 其實它是有起起伏伏的過程 譬如可能 這個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未有這個ICAC的時候 大家那時候都知道 很懶惰 然後那些警察 不斷去探摩收錢 但是呢 到了這個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時候 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之後 這個警察是嘗試 用另一套的管治思維 去維持這個秩序 即是在這個警察的維持秩序 它的理論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種 如果是說現在 或者是說五六十年代那種 其實就是因為當時 一 香港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它那些武裝部隊 必然是要比較強硬 亦都是 即是香港的警察這個部隊 其實相比起世界各地的 其他的一些武裝部隊 其實它的層次是相對高 它屬於一種半軍事化的武裝組織 包括也都是在這個法律上面 它的裝備是非常之火力大 它也都是在這個法律 法律的權力上面 也都是非常大 因為譬如你看回 其實不說不知 其實有很多外國地方 警察的權力很小 我們香港呢 即是三人成恨 即是父母的兒子一起去接查 都有機會會被告 是非法集結 但是呢 在外國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又或者就是在外國 即是我們在香港 就是警察要求你去給身份證去看 給他查 你是一定要給的 如果你不給就阻塞辦公 但是譬如在天國的話 其實這個事情是不行的 即是警察呢 它是不可以去隨便去截查 在街上給你折塞指紋的新聞證 甚至乎呢 即是有時候我們看了一個新聞 它見到 為甚麼英國的警察呢 經常都 示威者可能扔兩個石頭 他就要退頭 然後呢 又好像沒有很多裝備 原因就是因為他平時呢 即是我們香港的警察呢 身上有很多裝備 即是有胡椒粉 沒有有警棍有警槍 但是呢 在英國 或者是有些其他地方 其實有些警察 是連警骨都不會打 即是因為呢 他們就是採用了一種叫做 社區警察的一種的警察理論 去套入了下去 就是覺得呢 即警察這個武裝部隊 本身不應該是有一種強調 壓下去市民身上 要求他們去遵採某些的截罪 反而呢 就是著重一些偷空啊 或者是互相的信任等等 那這個其實八九十年代呢 你見到是成立那些的警民關係科 那些什麼圓龍女呢 就是其實是嘗試套入這種武器 但是很可惜地呢 就是在00年之後 或者這個曾禮豪 是上了場之後 也是跟整個政治的氣氛是有關的 就是因為整個政府 就是越來越不聽民意了 越來越嘗試用這種長大的手段 去壓榨 去壓制民意了 那就是令到呢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是觀察到呢 那個警權呢 是有走回頭路 是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種 就是純粹是非常強硬 用槍用棍去要求市民 去強迫市民 去遵守秩序的一種情況發生 那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呢 就是現時的警權是不斷地學發的 那當然呢 就是現在 有一個新的處長上場了 那究竟他會不會去扭轉這一種的風氣呢 而我們市民 會不會其實可以在不同的方面 就是不斷地釋出一個信息 就是現在其實市民是不斷地 很不滿這個警隊的 是迫使到他 是需要去改革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去做的地方 我想講的 先衝衝 時代不斷做問題 我們很難 我們不應該 因為呢 就停留在 對比六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是聽完 只能生機的 現在我們看高清電視 為什麼我們還要 一個舊的標準 為什麼我們還要一個舊 可能距離的麥克 為什麼我們還要一個舊的標準 去看一下今時今年的警局 是怎麼樣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啊 新一哥 是不是會有新風氣 會好些呢 這個是什麼思維來的呢 如果我們有一個可信的制度 譬如可以有不合理的時候 我們就投訴警察 有法例可以制裁做錯事的人 為什麼我們要等一個好的皇帝呢 你猜現在清朝還是明朝 上一個是暴君 我們等一個下一個開明基的皇帝 可能呢 為什麼盧偉聰呢 會額外開恩呢 我們要的是制度 和合理的執法者 合理的權力 其實悲哀的就是呢 原來香港警察呢 香港一個警察城市 在對比人口密度呢 香港警察的比例呢 其實是第四高 第四 第五 亞洲第四 但是在前面呢 全部都是落後國家 非洲小國亞 第一是俄羅斯 你說香港是不是很治安很差呢 還有你看到 今次雨傘運動 還為了大量警力 所謂的維持秩序 究竟他們做了什麼呢 除了打示威者 在維持秩序 在旺角的衝突 在有難分 去打示威者 去打學生的時候 你又見到警察在哪裡呢 請問需要警察的事 警察是不是在這裡呢 這個都是快不要論 好 在場的朋友 在場的朋友 你好 你們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想在這裡提出的 或者有任何意見的 不吐不快的 可以現在表手事件 是的 可以表弟一下 好嗎 好 這個朋友 你好 好 其實Kent 我早在那時候 旺角戰區那時候 小禮那裡 已經見過一次 是的 這件事我覺得 就是說 倒退的地方 不單止在於 剛才Kent提到 人質的問題 即期望叛了處長 情況會不會有改善 這種心態 絕對是 簡單地說回 交代出來 這種心態就是人質 值得批評的就是這種 人質心態 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覺得很哀痛的就是 因為那天我在他面前發言 我內容 今天更多厲害的 就是香港的議會制 就是香港的議會制度 隨著政治化的過程之後 是人的嘴唸都已經變得 是為了權力 為了權威 而變得極度的墮落 以前香港也曾經發生過 警察濫用暴力 而是一個措手殺 殺害市民的事件 但是事件 為什麼很快去得到 一個圓會的解決 一個有關的人員 是有效地去呈止的呢 就是因為 得到公眾的足夠關決之餘 亦都受到一個有效的政治監察 因為在那幾次的事件裏面 行政立法兩局 已經是很快派人來 去嫁入去那次的事件裏面 但是當然 今時今日 如果我們都對於這個響國園 就是一個律政司司長 是有任何期望 我相信這個只會是一個 不切實際的一個期望來的 另一方面我會覺得就是 如果當初認為 回歸之前認為 那個叫監察制度的問題 當初認為監警會 是可以有效地代替這個 行政立法兩個議員辦事的角色 那個監察的角色 他們作為一個政治的精英 來代表這個環社會監察政府的 權力的運用這個角色 這種的想法和這種的部署 其實我們如果見到 目前這種權力的展示的時候 這種即現在我們活在這種政治氛圍 這個面裏面來講 絕對已經是失效的了 那不如把這個權力交給議會 我們有一種新的想像 進行一種新的權力監察 而總比就是說 繼續留在這種局面裏面 讓這個警隊的權力 可以隨意地 在它有需要的時候 去運用 因為坦白說 現在和六七十年代 一個很具體 或者一個很仔細的分別 在哪裏呢 就是六十年代 殖民政府可以透過一種 叫做是 一種是直接立法 即透過一種緊急立法的權力 這一種的方式 將它要施展出來 打壓民間社會的 打壓民間社會任何力量的方法 用一個緊急的成文的立法的過程 寫在這條文裏面 而外界不知道的 而今時今日呢 我們現在面對的一局面就是 它用一些內部的指引 但是它喜歡就執行 不喜歡就不執行 有政治需要的 有不同程度需要的時候 就不執行 或者只是片面地來執行的時候 這種損害呢 是會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 兼且那天的打壓 就是兼且那天 對於示威者 用這種暴力的形式打壓 還將它呈現在這個媒體面前呢 其實只是透過它一種武力的手段 去動嚇大家動員的一種意志 以及是這種決心 坦白說它嚇不到年輕人而已 它一定會嚇到那些四五十歲啊 那個動員的熱誠 或者動員的活力啊 或者覺得自己老骨頭 真是不肯撞 不肯硬痛硬的人 的那個熱誠 是防止這種動搖氛圍來擴大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 絕對無疑是一個 最赤裸的一種政治幫助 就是我回應在這裡 所以如果告訴大家 我們不要去害怕的時候呢 就是 無論它玩任何程序的時候 基本任由它去玩 要動員的話 我們大家終然知道 都是那句 要投訴盡 做得露舉 不要怕失敗 走出來 好 這句話是學土伯的 土昏恒那句 做得露舉 不要怕失敗 好啦 大家 今天呢 這個論壇裡面呢 出現了第一句的金句 好不好 大家謹記好不好 好啦 在場的朋友 有沒有 一些什麼的意見呢 暫時是不肯不快的 可以舉手 致意啊 我們這些嘉賓 或者講者 可以 絕速回應的 好啦 剛剛呢 我們應該說 1967年的暴動 對不對 不是太多人認的 是新於六十年代的 好啦 轉數了 不如我講回八十年代 好嗎 八十年代 1989年呢 英國呢 有一個希斯堡球場的慘劇 昨天呢 告別主場的利物圖 謝拉特呢 其實當年呢 當年呢 他的表哥呢 其實都是 慘劇裡面的受害者 有九十六個人死了 被人踩死了 是啦 那當年呢 警察呢 就說 哇 這件事呢 是有點頭迷咯 衰咯 醉酒鬧事咯 是不是呢 哇 跟著就你自己拿來衰的 但是呢 二十幾年之後呢 終於查出了 就是說 其實英國警察呢 是有改過一些報告的 他改過報告呢 是說到一些 不利警方的證據呢 就刪斷了 終於這件事呢 開始水落石出了 是啦 不過等了幾一年呢 等了二十三年 才 才呢 開始有傷傷出現 是啦 所以 我提出的疑問就是 喂 我們現在的情況 要等多久呢 是不是呢 是啦 聽了你這件事 等了二百多日了 是不是呢 你猜要等多久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或者你的寄望是怎樣 第二就是說 我也想問阿Johnson 就是說 喂 除了等待 除了默默地等待 很堅強和忍耐地去等待之餘 喂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是啦 假設這一刻 有人說我們 哇哇 非法集會了 是不是呢 然後我舉手說 我沒有做 但是說我 說我襲警啊 我們除了等待之外 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這個是我的提問 看看你們慢慢回答 好嗎 呃 喂喂喂 啊 等待 好 喂喂 呃 就是等待可以不是被動的 等待可以很積極主動地等待 因為等待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 我們說 我們不只是等待警察調查 我們 在我們的方面 盡量可以搜集證據 去證明自己的清白 或者證明他有犯罪 那這個也都是大家 就是 可能我們一直都會怎麼提 如果 今時今日你原來參與不同的示威遊行 就算你是超級和平的領性都好 他們總有機會入你位 做你對你分離的事情 其中的事情可以呢 在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就請你拿一部手機出來拍下 拍攝整個過程 放上youtube 之後 有用的 我們龍和道 其實那七個 現在七個 警察示威者 有人是被控襲警的 當然 他被控襲警 就是因為 警察叫著這個故事來寫的 其中 其中 其實你不是單止龍和道 你看看很多個個案 現在就在法庭 國官看了片 就說不是這樣的 真相不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現今科技好 有一個地方 如果有片 有真相 能夠確保到不同的角度 大家說一下 就是什麼是真相 這個也是大家可以保存到自己存在的地方 所以有其他更加多權力 可能就交給你說 但是另外 看我的個案 你問我要等多久 我不知道 我們最近 三個星期前 就提了司法覆核 緊急司法覆核 其實我們已經盡量很早很早 立刻可以做 就已經做了 我十五號凌晨被人打完 十六號早上九點鐘 我已經跟律師去高等法院 申請緊急司法覆核 雖然緊急司法覆核就翻單了 一排 原來司法覆核要排大約半年 排到我們終於上了一庭 但現在就在等法庭去批准那個批論 就是能不能進行司法覆核 要有一個批論 我想到可能是這兩個禮拜裡面有消息 我們希望呢 如果進行司法覆核之後 法庭能夠頒令警務處處長 交出那七個涉事警員的名單 和法庭呢 會去定斷 到底發生在身上的 是不是一個濫鬱狹狹狹 或者是一個無人道的對待 謝謝大家 我想這裏就有一個層面 就是可能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很可能 這裏是其他事實來的就是 就是警察和這個市民呢 中間的權力實在太不對勁了 就是我們的權力是非常遠處 我們有很多時候他的膽權 我們不是有即時去阻止 因為阻止他的時候 可能那分鐘就變成 就是我們自己的犯法 但是呢 這個層面呢 其實都是我們可以嘗試 怎樣去重生的創造 或者是改善整個體制 我想大家的層面呢 就是法律的層面 就是過往呢 其實就著一些 層面的層面 包括集會 或者擾論公安秩序等等 這些出同一個公安條例 和這個權力很關的一些案件呢 其實在這個法庭上呢 由於當事人堅持去打下去 甚至乎打到去司法保險 而呢 是令到這個法庭呢 是反過來限制警方的權力 首次就是這個港鐵的衝擊案上呢 兩個的示威者就衝了上樓搶米這樣 然後就被控制這個權財法的 擾論公安秩序 那就是法庭呢 其實他去最後呢 就是去重新去界定回 在什麼情況之下 在什麼情況之下 才叫做擾論公訴秩序 而那件事呢 其實是不算擾亂了 那這個其實反過來 可以保護我們 第二種 就可能在一些社區的層面上面 就是 和警方我們經常說 就是有一些不合作的行動 或者不合作運動 其實呢 警察呢 他不是萬能的 他很多時候呢 都是需要 就是可能居民的組織 或者是市民呢 本身的合作呢 就可以做到事情 比如可能在 就是維持不同的 就是 站頭的交通上面 等等上面呢 其實他都是需要 當地的人呢 就是一些市民 去跟他合作 那如果 就是我們 是能夠組織一些 就是可能 在地區上面的 就是 對於這個警察的 一些抵制的 或者包括做的行動呢 其實可能 是有機會 是令到他們 有更多的壓力 從事 逼死他們 在這個制度上面 是有所改革 那第三種就是 當然在這個 就是可能監警上的制度 就是為什麼我們 不斷地 是要求制度化 令到這個 的監警會 是有這麼多的權力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不信 警方去 自己人署點這些人 那第四種呢 就可能是一種 就是好像剛才有聽說話 怎麼去保護自己 或者是反過來呢 就是搜尋一些證據 就是幫這個警察膽權的時候 是要他們的監警 是要他們的監警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沒有人事 有被人擺局 有被人拘捕 沒有 沒有 就是 大家 很幸運 沒有被人拘捕 我們呢 看電視 就經常都是 看被人拘捕的時候 好像很簡單的 就是 我沒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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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持我真正的決定 但是其實呢 就是 在真正的你進去警署 被人拘捕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很簡單 譬如我 我被警察 我送付了幾次 被警察 每一次呢 其實你都發覺 在中間呢 有很多的程序 是可以去濫用 譬如呢 我跟這個警察 在這個警察裡面說 就說 我保持我真正的權利 我沒有話說 然後呢 然後呢 他們就會嘗試 就說 我不是問你有沒有話說 我問你是還是不是 我問你那樣東西 然後他嘗試 叫開你的白號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話的時候呢 那你就知道了 因為 你所說的所有的東西呢 他都可以去濟用 如果是反過來呢 成為一些 可能懷疑你的證據 甚至可能控告你的證據 有些時候呢 他會給你很多的文件去簽的 裡面呢 可能例如有一個 就是 在雨傘運動裡面 我們發覺有些 新的東西是出來了 就是一個叫 三世書的東西 這個三世書呢 他呢 怎樣跟我去說 這個三世書呢 就是說 哦 沒有什麼的 這份東西不是口供來的 這份東西呢 就純粹想知道你的 心路歷程 就是你小學 大學 是怎樣的 但是其實呢 這個三世書 過往只會放下去 什麼時候會用呢 就是當他推過一些黑社會分子的時候 他們就會記錄他的個人資料 因為他想搜集更多那個人的背景 從而呢 是去對付他 但是 當 就是 也很不幸運呢 就是當時其實也都有跟我 就是有其他人跟我一起 在我那個 就是口供集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當 有一個人聽到說 我這個不是口供的時候呢 就韜韜不絕地去做 真的講完 他整個心路歷程 為什麼他會參與佔領 為什麼會參與炒陣 這個也是了 也是實際上 所以呢 譬如我們被人抓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街上被人截查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東西 如何去保障自己呢 就是有時候其實我們需要熟那個程序呢 是比起這個警察是這麼熟的 又或者這樣說呢 就是當警察 為什麼警察呢 經常都會 其實我們要理解呢 就是警察其實是一些 狐假虎威的動物來的 他呢 其實都覺得自己很聰明 覺得自己是 不斷地可以去玩到你和你打算 就是因為 即是他每天都在捉返 他每天都在做我們的程序 他每天都在做我們的程序 他覺得他自己比你 那所以呢 他就有很多的 中間有很多納粹呢 他可以去走站 走納粹 然後去玩回你 那但是我們作為市民呢 有時候我們就要去理解回 和記住我們的五樓 是全美了 譬如在街上 當你被人自查 你只需要 把你的身分證交給他 就OK的了 沒有其他東西 全部東西 他問你什麼 他怎樣叫開你的口 你都可以不說 他叫你做什麼 你都可以不合遵 現時的法例下 你只需要給他身分證 他就可以了 當他要搜你身的時候 他可以搜你身 但是他亦都是 即是你可以要求 回警署才走 從街上走 有很多時候 如果他純粹是為了玩你的話 他就會怕麻煩 然後就放你走 譬如說 當你被拘捕的時候 亦都是 即是 保持質問那個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件事 也就是 你當被拘捕的時候 你會被警戒 你警戒的時候 就會 手上 他就一定要給一份 基留人士的權利師給你 裡面就會說你 在這個基留期間 你會有什麼權利 譬如你可以打給律師 你可以找你的家人 你可以喝水 你可以吃東西 等等的權利全部列在上面 千萬不要怕 就是 你問多了 或者你要求多了權利 就反過來 就會令到那些警察不高興 那些是你自己的人權 總之你有什麼需要 你都按著一張紙 去要求他這樣做 那就對了 那第二件事就是 就是我們真的要看清楚 他在這個基留的過程裡面 他會給你超多的文件去簽的 例如這個基留人士的權利書 例如一份規復你的書 例如有一個口公子 或者是三砌書 或者是保護紙等等 每一份都要看清楚 才好簽你的名字 因為當你簽了的時候 其實就是代表你同筆裡面寫的內容 就是說 如果你不看清楚 可能有些人可能哭了 哎呀 什麼都好 那可能其實警察在那份口公子上面 加了料 說我認罪 或者是 有沒有推翻法律 有 這樣就 你自己不看 所以 我在這麼多次被捕的經驗裡面 其實我都是 會沿用一個詐問 就是 總之他給我什麼 我都不簽 直接說我不簽 你找你的上級來 我現在告訴你 當然是我不簽 你自己要簽 那再加上 好了 那這些是相對一些正常的程序 那當他如果繼續去玩 譬如 就是剛才阿根也有說過 你 譬如好像在龍和道一役裡面 有些示威者 他想要拿這個毛尖 拿不到 想吃飯 拿不到 想吃藥都拿不到 不斷敲個招 甚至乎 我們都試過 即是律師來到的時候 他也會玩回律師之後 說我不想見那個律師 或者是律師在來 在外面選擇手續 不能夠見我 那總之呢 在這個機流期間 其實警察是有很多規條規限著他 包括就是 在這個警署裡面 其實他有當值的植入觀念 俗稱就是2號 那你當有什麼要求 你是覺得這個警察是拖延你 或者是故意玩你的時候 即是扮他一句 我現在要落寶 我現在要落寶 什麼叫做落寶呢 就是他那個D.O. 他的植入觀 他手上會有一張流水帳 會有一個寶 就是記錄了你在機流期間發生的事 或者是警方對你 或者是你怎樣做 他都要記錄下 那譬如說 如果他不讓你吃飯 四個小時他都不讓你吃飯 他告訴我 我要落寶證明 我在晚上10點鐘的時候 我已經要求要檢察師 已經要求要吃飯 但是你到12點鐘你都還沒給我 那這些東西 其實在往後你要追究當時那些警察的責任的時候 是很有用的 法庭也是要受理的 那我再加上就是 其實你自己本身呢 入到警署呢 什麼都可以不帶 錢都可以不帶 因為 譬如有些例子 就是我們帶錢進去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要保釋 但是其實以前是試過一件例子 就是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跟那個警察去講價 譬如有人就試過 普通就是可能是說500元去保釋 有人就說我沒有500元 然後那個警察就說 那100元又沒有 然後那個人繼續說我沒有100元 然後那個人說50元又沒有 然後那個人說我沒有50元 然後去到最後那個警察就問你 你有多少錢在身上 20元 好吧成交 那其實 紙呢都不帶進去 但是 有一樣東西一定要帶 就是 筆和紙 記錄回 每一個你在警署裏面遭遇的 由你被捕那一刻 上到警車那一刻 看你手錶 你幾時被人拉 你幾時下車 去到這個警署裏面 去到警署裏面 去到警署裏面 全部東西叫做西 甚至乎他有攬權的時候 全部叫做西 這些東西呢 在日後 法庭要去追究警方 或者是這個交警會 去追究警方的時候 是非常有用 過往我們就是看得太多例子 就是投訴的時候 因為投訴人連那個 這個邵氏的警員 那邊貨是什麼都不知道 都沒有問到 都沒有問到 或者是一些時間 他自己都不是搞得很清楚 那所以 那些硬件呢 就是 就是 不料理智 但是有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一來呢 其實是幫這個 胡假虎威的警派去世 去世 就不是說前序 而是 將他背後那種權威 是 扔下來 然後真心正直呢 要他們面對回他們日常 面對開的程序 和規定 那這個呢 就是保護我們的一個方法 謝謝 謝謝 我呢 都想回覆回 剛才阿倫問那個 最原先的問題 就是阿青森那件案 都這麼久了 是不是 我們在那裡等 他才可以做 那樣 嗯 其實呢 就 嗯 不是只有聽真 在那裡等著的 那還有很多人呢 在過去這一年 就是 從去年 14年開始 就 譬如中德事件 就是 很多人都是 就是 受過一些 不公平對待 或者是 警察 那樣的 那 但是 那幾多東西呢 其實不正了 或者一個手 那個警察那裏 其實他們自己有包袱的 就是他們自己呢 是 良心上也好 或者呢 就是 做過一些虧心事的人呢 是有 是沒有包袱的 那 所以呢 就是 究竟 什麼時候 這些情況 可以 平反 或者不是叫平反 是否日後可以 因為有些累積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 社會明來可以 改善的機會呢 那 我想 執政那個呢 他自己都要衡量 所以 其實你回想一下 在 9月28號 9月28號 不是 9月28號 星期日來的 在街上面的時候 在港都區的時候 收到很多 親人的電話 就說 開槍了 走了 沒有啦 但是跟著呢 就有很多人 那 但是 為什麼最後沒有開槍呢 因為 濕政那個人呢 他都要最後做一個 很明顯的 是不是開槍呢 其實 塵在他的手上 槍在他的手上 等於現在的警察 不認 他都是把他打開去的 他掩藏證據都是可以做的 但他作為民間的朋友呢 自己要記住這件事 記錄下這件事 寫下這件事 清清楚 如果他受屈 他要告訴別人 可能幫他記住 所以他做了壞事之間 他就包服在那裡 落陀呢 就可以揹到很多東西的 因為做虧心事的 政府都可以揹到很多 但是 還有一個導告 什麼時候用到的去改變呢 那大家就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這個我的看法 第二方面呢 就是 剛才我講的 其實他就是面對民心 向背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隔幾路街 有人在那裡 簽名 叫人來支持現在 反暴力 是吧 要支持這個警察方案 其實他都製造了文 去back up他自己 我們為了這麼多人在那裡 起碼大家有心 要求真 知道他有這件事 是吧 就會告訴他 給別人聽 就會告訴別人 這個機會 是吧 不要被人騙 是吧 另一個呢 就是我猜一下 阿莊 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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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權有一個文化的力量 它是否可以面對公國的社會 所以我們這些紀錄低下來 有外國權威等等 我們自己也跟周圍的人講 它都要面對那個國際壓力 所以歸僵到底其實是一種動力威 即是我們下棋的時候很快 這麼快說自己輸 簡單就這樣 下棋就下棋了 等了一個建柱 下一棵再谷 對嗎 我這樣叫 不如說一句 去到警局沒有筆沒有子 是先看一些的 但是記得就算沒有 就算沒有 和警察他都會給你的 你要求他給紙給你 是你的權利來的 是在這裏明白的 好嗎 好 我來這裡 去到這裏 已經是我們的小營的街頭論壇 在這裏被證了 首先我再一次多謝 在這裏內心 慶慶我們的意見的朋友 我們都希望你們 特別繼續去關注警權這個問題 當然是關注七大一的事件 當然也都要關注 智障人士被創拘捕 連帶忍徵的問題 有些警察又會說謊 有些警察怎麽對待一些被捕人士 他怎麽看待被捕人士的權利 這些希望大家作為這兩個比較熱門 或者比較高調的事件裏 希望大家從這兩方面入手 去關注 這個我覺得是 不單止是關注警權 甚至乎是彰顯社會公義的 第一個步驟 希望大家經過今天黃昏的論壇之後 大家可以繼續關注的事件 當然我們也要把廣告 寫總在上海間有一個叫做 叫做光明磊落博物館 希望大家就抽時間去參觀 當然也都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民間人權陣線的一些舉動 和他們對我們香港的人權運動 和公民社會的發展的努力 也都希望繼續關注聽真的事件 希望 希望 如果那件事件 這麽荒謬的事件 都得不到那個荒謬和真相的話 我告訴你 香港可以死的了 但如果香港不想死的話 希望大家不是靠堅正的努力 而是靠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去關注 去確實 去具體 去關注這件事件 希望這件事件 我們不是仇警 而是只不過我們希望 繼續彰顯我們公民的權利 繼續去保障我們應該有的權利 是不是 繼續去爭取 去預期 去期望我們香港 真是有一個光明磊落的警隊 謝謝各位 臨敬